大家好,我是崔生 气血是我们人体中很重要的物质 气血的充足和正常运行是保证我们健康状态的基础 那很多人来问崔生 我是不是气血亏虚啊 是不是应该补补气血啊 总感觉我这段时间状态不太好 那首先啊,来做个测试 看看气血不足表现你重了几个 第一呢,气色差 面色尾黄或者苍白 皮肤光泽度差 第二,人总是觉得很累 说话声音小 做事情呢,总是提不起精神 第三,手脚梁怕冷 一到冬天就暖不热被窝 第四呢,睡眠质量差 夜里失眠 入睡困难,睡着了 还总是做梦 第五,头发干枯毛草 脱发,早白 年纪轻轻就要研究生发 第六呢,经常会感觉到记忆力下降 天天丢三落四 第七呢,头晕眼花 尤其有时候猛一站起来呢 眼前明显一黑 第八,女性朋友 月经量少,颜色淡 时间推后 第九,舌头颜色淡白 或者是边缘有花边 也就是齿痕舌 第十,经常感觉心慌 胸闷气短 稍微动一下就喘 怎么样 气血不足的表现 你中了几个 如果在两个以内的话 那恭喜你 你的气血水平还算充足 那如果你占了四个以上 那你的气血不足就比较严重了 下面催生就教你如何正确调理 气血不足主要跟这几个原因有关 第一个呢 就是脾胃虚弱 经常关注催生的人 对脾胃肯定是不陌生了 脾胃是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如果脾胃虚弱了 晕化水骨的功能就弱 气血生成就不足 那这种人呢 平时容易食欲不振 腹胀 稍微吃点油腻的 就会拉肚子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参考一个健脾丸 来健脾益气保证生成充足 我们能够从上面提到的症状 可以看出来 气血亏虚的症状 很多呢跟心有关 这是因为啊 心毒血脉 所以血脉的正常运行 跟心有很大的关系 那如果气血不足的人 出现心慌失眠 那这种人一般属于心脾两虚 这时候呢 就需要补益心脾了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 龟脾丸 心脾同补 那有的人说了啊 我就是这段时间呀 太辛苦了 或者是生病了 气血消耗太过了 别的地方还算正常 那我们就可以单纯的补气血 这时候可以参考一个八针颗粒 这个方呢 是由四菌四物 两个经典方子合方而成 一个呢 专注 补气 一个专注于补血 全方气血双补 气血亏虚 面色苍白 容易头晕 总是没精神的人 可以参考使用 好了 以上呢 就是崔一生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